新加坡5月中首次通報 感染BA.4、BA.5的社區病例 随着人口的免疫力 未来几个月下降 当地可能在7月至8月间 迎来新一波的疫情 新国政府决定扩大 第4剂的疫苗接种对象 开放50岁以上的民众施打 新加坡92%的人口 已经完成接种 77%已经打过了追加剂 担心出现新一波的疫情 当即宣布扩大接种 第2剂追加剂的对象 第2剂追加剂 必须以上一剂间隔5个月 希望能够降低重症的风险 全球疫情因为BA.4、BA.5在一起 他们不但传染力非常强 而且具有免疫逃脱特性 更令人担心的是 专家表示BA.4、BA.5 以及目前盛行于美国的 BA.2.1、2.1 恐怕不会弱得像感冒 他们已经进化 变得更容易感染肺部的细胞 而不是攻击泪感冒的上呼吸道 出现咳嗽 喘的症状也会比较多 英国预计从秋季开始 像65岁以上的长者 医护人员等高风险族群 提供第四季的疫苗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它是微酸性电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优惠啊